还在这里? 刷下个文字 刷下一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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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说什么 我带了一个黄色的发带 配我黄色卫衣 我开始准备化妆 然后编画边跟大家聊天 迪洛还在飞 所以我说话也不敢太大声 这次呢其实 就是之前就跟姑啊 还有叔他们约了嘛 就想说他们这次来拍照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玩 好开心啊 第一次跟他们出去玩 我先上一个妆钱吧 我本来带了这只妆钱 主编就是Airglass这只妆钱的 Pump Spring实在是太干了 我准备上这个Sisley 稍微可能湿润一点 然后今天是我们待在这的第二天 我们可能明天多待一天 零只是计划外的 因为本来想说 嗯就是待两天的 因为我只有两天的假期嘛 哎就是突发奇想 然后我就跟我店长请假 他居然同意了 因为我这个月业绩也挺好的 应该完成任务是没问题 而且我在出发的那天星期一 也完成我的任务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自己也可以放松一下 而且非常难得他们过来了 其实我是那种就是 如果请假了 我会很有负罪的 哎但是我就告诉自己 要享受人生 享受当下 哇你们看 这个涂了之后 感觉是不是很亮 很水润的感觉 他们酒店里面有只猫 他们那个猫超喜欢的房间 他们又进来了 你们还叫吗 太吓唆了 然后你们可能也去那外面 鸟的叫声 因为这里就是非常 还蛮原生态的那种 民宿的感觉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推荐大家来 我感觉Pump Screen真的是 就哪里拍照都超级有点好看 我刚刚拿了一个这个镜子 拿了巨大的一个酒店的镜子过来 可以别看这边化妆 然后打开我的刷子 我准备先遮一下霞 但是我其实忘太遮瑕的了 我准备就用大光卫 因为它遮瑕能力比较强了 然后用的这个遮瑕刷 就是上次视频里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问题就是 我感觉我鼻子周围的泛红 然后很难上妆 知道为什么 罗头最近怎么又有点包包了 前两天又去做了脸的 所以头上有一些痘印啊 然后痘痘啊什么的 我现在坐在这个酒店的窗前 然后风景真的超级无敌 来等一下画完了就能够看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皮肤变得 脸上皮肤变得比较细腻 然后有一点点变白吧 可能是就是用的那个 用的LP的那个白鱼紫的那个面霜 因为我其实很少用美白的产品 然后我今天准备用这个 马车粉底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其实马车应该用刷子的 因为它的那个质感比较霜妆 但是我没有带粉底刷 我就只有用beautiful的粉底 因为这个酒店有送早餐 所以大家可能这个时候 就在下面吃早餐了 我其实觉得很多粉底 在我脸上都会比我肤色 稍微深一点点 昨天我跟姑一直在讨论 她觉得我很白 她问我你有遇到过 比你还白的人吗 可能她说镜头上看起来 我不像那么白 但是可能我身体比较白 给她感觉太白 其实有 我生活中有 就是之前给你们说的 那个意大利代购呢 我的那个好朋友 她是比我白的人 我算是天生吧 我真的觉得皮肤白不白 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 我妈妈就很白 我爸虽然现在看起来黑 但其实是她的皮肤也是很白的 光线太强了 你看 这个粉底刷了之后 脸上这个光 我不是追求光泽的人 但是 就是一个点光 好 然后我先涂个唇膏 这个也太干了 我觉得 一切的一切都非常干 然后订妆的话呢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我昨天拿出来 然后蘑菇有个一模一样的 她觉得很好用 她说她是干皮 应该不是适合她的粉吧 她是干皮吧 对 但是她也带着这个 蛮用的一样的 其实山西村的人民 经常去的地方就是 San Diego Palm Spring 或者Vegas 这种 就是一放假 大家或者又有什么小长假 大家都在这些地方 我就是用它里面的 这个粉铺涂的 我有的时候会可能用刷子 稍微粘一下 然后再涂 我感觉它 跟这个粉铺配合的 比较好一点 我就轻轻粘一点 然后把它按在脸上 这样拍 拍在脸上 先用美术吧 眉毛刷一下 看我这个高低眉 跟着歪着头 我要画眉毛了 OK 刚才画眉毛的时候 不好讲话 现在画好了 我其实画眉毛挺简单的 就这样吧 我给大家分享吧 我其实前两天很想去打 那个超身招的 因为我觉得我发力 纹症太严重了 然后呢 我觉得我脸有点垮 哎 毕竟都是30岁的老孩子了嘛 但是 我就是那种想要做 然后又很怂的人 然后我就一直在做功课嘛 我在小红书上一看 好多别人说 到底要不要去做啊 什么的 然后我也经常跟着 做脸的那个姐姐讨论 然后我们两个总结 出来呢 就是觉得 像这种 异美的东西 像超身招嘛 它其实也是 磨坏你的皮肤 然后再让它去再生 或者刺激它的那个 细胞啊 或者里面 胶原蛋白的生长 然后让你再长出来 所以就觉得 为了害怕 然后我就觉得 以后不知道 就是老了之后会不会 就是我感觉它自己 在燃烧生命 就是快速短期的那种 可能会很见效 但是比如说 它寿命了100年好了 然后你就让它 在这几年 刺激它的生长 那么它会不会 就只有60年的寿命 我就很害怕 我忘记带我的笔 刷了 我也不知道 我放在哪里 我整个刷具都带了 可能早上出发的时候 刷刷 然后把它放在外面了 就只有用 Kate这个 眉粉的小刷子 然后我做脸的 这个姐姐 还跟我分享了一个 它 就是一个客人的 真实爱丽 有一个人 她打那个 肉毒感菌吧 可能脸打了 实际20年了 然后有一次打的时候 就瘫痪了 因为它可能就 常年的累积 都在你的体内 然后加上那次 它一下就过量了 然后就瘫痪了 因为肉毒感菌 是可以吸收的嘛 但是呢 这个药慢慢 它的那个功效消了之后 它应该慢慢地 又恢复了 就没有瘫痪一辈子 但是它可能就 不能再打了 可能因为它 实际20年 一直都把容貌保持得很好 但是它可能就要 突然接受自己 再也不能打肉毒感菌 只能接受自己 慢慢变老的容颜 我觉得可能对它来讲 打击也挺大的 但是跟瘫痪比起来 我想想都恐怖 然后我就很害怕 然后我也看了帖子 就是小红书的帖子说 医美那些医生 不会告诉你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些后遗症啊 就是各种 你打在脸上的东西 都会有残留 然后就会变成那种 大家我们大家平时觉得 那种整容脸 就看起来脸很怪怪的 然后你需要不停地 补了这儿又修那儿 假设你打瘦 眼睁脸瘦下去了 但是你的脸会某个地方 可能这里或这里会凹进去 看着这么对面恐怖 然后我其实觉得 现在大家对美的追求 我说不出来 就是可能大的这种环境吧 还是有一点点病态 大家就都追求很完美 很漂亮的那种 其实我也追求 所以我就在想要改变 就是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可能就是像一些社交啊 社交媒体啊 或者新闻啊 我看明星月啊什么的 就潜移默化的 我觉得在影响我们 就是对美有一种病态的追求 我就在告诉我自己说 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要接受自己 就是人类会摔倒这个事实 就是接受自己的脸 接受自己的那种美 学会欣赏自己 不要一味的去觉得 嗯我想要那个样子 老天爷把你创造成这个样子 应该是有原因的 对比影画的有点粗糙 就这样吧 好然后今天的眼影盘 用的是这个 Zoeva的 我最近念Zoeva 老奥念成Zoeva 它让我中毒太深了 我就先用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叫Universal Delight 那只猫猫在我的沙发上睡着了 我好像很长一段时间 没给大家做Get Ready 因为上一支Get Ready之后 大家 我感觉我化妆技术 很在没有资格 给大家做Get Ready 应该说没有资格 给大家做 太装饰品 但是我觉得Get Ready With Me 就是可能更休闲一点 给大家看着 我是怎么样 做好准备的 而且可以先聊 想说来 再做一个吧 我化妆化的不好 大家真的不要嫌弃我 我化妆真的很烂 我也觉得 我最近喜欢自然一点的 所以我不太想用里面的红色啊 这些 我用一个这个吧 叫做Felish Sensual 这相机太赤色了 我已经有颜色了 在这好像完全看不出来 我用了一点点它这个叫Star Soft 在眼睛前面一点点 然后再用这个棕色的 再眼睛后半段 把这两天跟姑她们在一起 才觉得她们生活 就是作为一个淘宝店家 真的蛮艰辛的 她们两个人 然后姑又很瘦小嘛 金叔也是瘦瘦的 但是她们两个人 每次比如说出来拍照 有的时候 两个人带九个行李 然后她们两个 租一个大的那种车 把所有行李都放在里面 然后就当初跑啊 拍照啊什么的 然后把行李搬来搬去的 真的觉得 好像好辛苦呀 OK 我想就这样了 我不想化的太浓 就这样吧 然后我想涂一点点亮亮的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 Almost Bird 这个金色的 眼睛金亮亮的 我想涂在前面 眼头着 最近特别喜欢这种 有一点金黄色的色调 然后再画下眼线吧 下眼线想用她这个亮亮的推点 我都是用这种扁平刷 画出来那种细细一条线的感觉 然后再稍微这样把它拼开一点 我觉得眼妆差不多就这样 其实我最近特别喜欢用这个 就是Stella的这个亮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颜色 这个蛮好看的 Brown Spell 还有一个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Hidden Car 我用Brown Spell 它们我说的其实是这样的 是晕开了之后呢 也有点点红的红的这样 这么特别闪 这边好像一本 然后就开始夹睫毛 最近都刷睫毛了嘛 都没有再贴夹睫毛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是怎么换睫毛的 上次不是有个人 我在微博有个韩国很厉害的博主 叫怎么夹睫毛嘛 如果你的睫毛像我一样 就是那种细细疏疏 长得不算整齐的 它外面就要夹不上 你就可以 这样了之后呢 就当于把睫毛刷往这边转 然后边转边往外面夹 它这边就会夹得非常巧 等一下再给你们看 这样把睫毛都夹起来了之后 往左边转 就往中间往鼻子方向转 看是不是就很翘了 而且它就会翘出来 根根分明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然后如果你要夹里面的睫毛的话 就也是 这样起来了之后 往外面转 看 这边是加了的睫毛 这边是没有加的睫毛 它就翘得还蛮根根分明的 我很喜欢 然后把睫毛这样一段一段的夹翘了之后 最后再在根部事情夹一下 它整个睫毛就全部翘上去了 好 然后我也是先用的Kate的这个睫毛打底 这个 然后先稍稍涂一层 它里面这种白色的 上面有那种细细的纤维毛 然后刷在睫毛上 真的会让睫毛变得更长一些 但是我觉得注意的就是一定不要刷多了 刷多了真的就会变仓里头 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 刷了之后 哎呀看不见 刷了之后 睫毛的尖尖处有点的白白的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头头 其实我原来用不来就是睫毛刷的头头 我总觉得我一拖就会附很多上去 就轻轻的这样蹭一蹭 每一根睫毛保证都蹭到了之后 是不是像后面眼尾的睫毛 这样就比较容易层的变长的刷睫毛 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刷掉 好我会让它先干一下 干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修容啊 发撒红什么的了 修容还是这个啊 刷到这里 我待会给你看一下它的高光也非常厉害 因为要戴帽子 所以我发这些也不用修了 撒红这次只带了一个 就是Mac的这个Pinch Me 看看这个刷出来是这种 有点胭脂水分的感觉 不能再涂呢 再涂就太浓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高光哦 超级美 直接上了你们的感受 有觉得美吗 就是很自然的 超光 修容我喜欢用就是像这种 小一点的刷子 我感觉比较好掌握 大的 因为小的画出来更好看 加上阴影 然后这样这个鼻子好像就 比最早的时候挺多了吧 然后画到这儿呢 我这儿会不画 然后画鼻头 抛光 然后嘴头上 这前面会画一点 其实你看我自己都好亮啊 哇 厉害吧 其实我最近还用 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 就是Ora Glass 真的好喜欢 但我感觉吧 新手真的 小心 我第一次画的时候 真的用不来 就是我昨天在跟姑说 我们俩都用不来任何 除了粉妆之外的高光 或者腮红 就是这种真的很难用 很容易跟你自己的粉底打架 我稍微画一点 一点 这个的话我感觉涂在脸上只能过拍 一张一搓 那你的粉底就没了 这个真的也非常美 超好看 我感觉在这种 肉肉的这种地妆吧 就超高光 很亮的 好 这会儿睫毛 那个打底应该干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涂睫毛膏了 CPP的这一支 就是把睫毛从上面这样往下刷一下 然后再把它从外面这样刷 就让睫毛整根都裹上 要不然的话 因为涂了睫毛打底 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涂得很全方位的话 睫毛有地方看起来会白白的 OK 睫毛就大致涂好了 如果你涂了之后 感觉它不是特别畅的话 最好再稍微加一点 但这样加就只能加根 不再加一次 你不能再这样夹 就把睫毛全部都夹在一起 我觉得好像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睫毛是不是已经都还蛮长的了 好了 其实整个妆就差不多了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眼线 用的是Pemagraph 这是新眼线布 真的很好用 推荐给大家 又黑 然后又不掉色 然后又好画 很顺滑 这边真的太好画眼线了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这边超好画 然后这边就不好画 好啦 我感觉我的妆 基本上就换完了 最后再涂个唇膏吧 涂个什么唇膏呢 NARS的静置 静 静 这样 突然是这种颜色 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浓涂任何颜色的唇膏 我只能搏擦 嗯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唇色太深了一点 太红了一个时候 昨天我们路过一家Mac店 然后我就进去去试那个Chili那个颜色 因为菇很喜欢那个颜色 但是我没有那个颜色 然后我试上嘴真的 就跟人家出来脸色好像不一样 我很红 像大红色 唉 不小心 快起床了 嗯 下吃吃饭了 嗯 你撒起来在沙发上睡着了 哦 好她起来了 我想要拍一张照片 我等一下给你们看 我想拍一个哪一样的 等她起来 让她给我拍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坐在这里一直看到的风景 这是我化妆的小鸡子 呼呼呼 然后你们看外面 哎呀真的超级爽 看到外面的山啊什么的 都可以看到 然后楼下就是酒店的泳池 大家都起来了 可能都在准备吃早饭了 你看泳池旁边已经都坐肉人了 那这就开始一天的暴晒 哈哈 视频马上就剪好了 然后我发现这个人没有录outro 所以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ending 希望你们还喜欢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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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的get ready with me 有的人剪得很痛苦 嗯 好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嗯 嗯